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 是農曆年4月初八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兩天當然 最juicy的新聞 莫過於 香港間諜辦 經貿辦才對 經貿辦 現在就是間諜辦 以後可以專稱香港 原本是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現在是 Hong Kong Spy Office Hong Kong SO 真厲害了 這一節我們也要忍不住繼續跟大家揭露 因為 維穩費的去向 似乎所有答案呼之欲出 更加最新的細節披露 是關於到底 監視每一個 流亡的香港人到底是在花多少錢的 你只是計算一下這條數 你已經知道到底有多少錢 可以是中飽私浪 揭露香港 的維穩費用 應該是我們全香港網台最早 看通這件事情 我們繼續詳細揭露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每一位聽眾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仍然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也請各位幫幫忙 如果你還未安裝VPN 記得透過本台的連結 我今天打算再講網台的混戰 因為這件事既然繼續進行 作為 網台界的時事評論員之一 我覺得 這是不能不討論的 好 我們繼續研究間諜辦的案件 好了 大家知道香港的維穩費 國安的費用 是達到一個百億 為甚麼 我跟Tony那麼高興 我們不是高興 純粹因為有香港 的間諜落網 當然這件事本身已經值得開香檳 去審訊 還有更加多資料爆出來 我們一定會繼續跟大家詳細跟進報導 好了 最 令我開心的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 我真真正正把差不多這一年以來 香港政治還有北京的舉動 真真正正 消化了 因為當中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事件 其實我是覺得有很多 是矛盾的地方 但是似乎現在 到底 他們 在玩甚麼把戲 到底有甚麼盤說 似乎越來越清楚 更加juicy的 是北京 在心目中 習近平打算 要下一盤大棋 他下大棋 香港 就是有人 硬銷給北京 硬銷之後 全部人都是想著怎樣可以自己 把錢帶帶平安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大發現是直接解釋到為甚麼 香港 這一兩年來是會有這樣的政策的 就是徹底 讓香港自生自滅 而香港的經貿辦 對外的動作相當之頻繁 你看到 繼續在各大 不同的地方 還有國家 繼續舉辦 不同的活動 原來真相慢慢走出來 其實經貿辦 搞活動 並不是 為了要說好香港故事 是要挽救香港經濟 而是另有目的 現在 所有事情是越來越清晰 當然 既然我們是踢爆和揭露了 到底 他會如何修正計劃 又如何去彌補現在犯下的大錯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其實 做時事節目有趣的地方 其實絕對不是 看新聞來的 當然我們有些時候可能 跟新聞會相似 但是你真的會發現 這些不是新聞來的 我們對大家 說這個分析是我們徹底獨家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真真正正 十幾個月來終於看穿他們的舉動 而且也是最早是看穿 而且我也覺得他現在是無所遁形的 大家不要忘記了 政治還有對抗的博弈 包含 就是你揭露對方的策略 對方如果 底牌被你揭露了 跟玩啤牌一樣 到底他應該假裝 是吳智晴 還是 繼續拋你 對呀我們拿著這張牌 怎麼辦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即是說我們現在指出了 香港拿著甚麼牌 而且 毫不留情 是將他徹底揭露 我亦都不覺得 香港 是懂得 轉換其他打法 因為既然是推銷了這個計劃 所以有趣的地方 是他們現在迫於無奈 是需要繼續進行的 但是由於剛剛 是有三條牧利被拘捕了 他們現在 一定是徹底恐慌的 不知道怎樣交代 也不知道 是怎樣撰寫報告 我們看看經費的運作 最新的資料 是慢慢流出來 包括 原來 有95,000多磅 是透過香港 經貿辦 的戶口 把這筆錢 交給 袁松彪 即是說 袁松彪 袁sir 袁sir 就是做了倫敦地區 的大佬 一筆維穩費 即是接近一百萬 接近一百萬交給 袁松彪 叫他負責執行項目 好了是不是很開心呢 只要 袁松彪 是 把費用壓到那麼低 即是說 是僱用廉價勞工 例如這個 慰智良還有Matthew Chiket 只要 將他們的薪金降低 這樣就可以 所以 大量的維穩費 是叫做不逆而非的 各位這個你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 應該很多網台主持都不會知道 這是很正常的 你不是法律界 為甚麼會有一筆費用交給這個袁sir呢 這個正正 是香港警察的 臥底行動的特色 是香港警察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做工作需要 所以我做過很多宗黑社會案件 而這些 是警隊的 慣常 反黑的做法 其實 是照搬 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國安人才 香港 最多 正如 Tony所說的 Tony有時的直覺非常準確 有些觸覺他也沒有 他直接說你香港那些死警察只懂得反黑的 他沒有說錯 現在 案件更加多的細節走出來 你會發現其實香港沒有人會做間諜 沒有人會做國安 就是找了香港那些退休警察 是當 處理 是黑社會案件的 你知不知道香港那些警察 是很喜歡做 這個臥底行動的 因為要有一大筆錢 是塞給接頭人 這個接頭人正正 就是袁重鏢來的 就是說袁重鏢的角色就在這個Operation裏面 就是Officer in Charge來的 如果你用 電影無間道的角度看 他現在的角色 其實就是 是 黃秋生的角色 被人抓了兩件 當然可能是 叫做梁朝偉 不過這宗案件是沒有梁朝偉的 因為就不需要扮黑社會 只要 控制著成本 僱用廉價勞工 剩下的錢 最後是可以代代平安的 所以為甚麼你會出現了這個袁重鏢 處理這個行動 會出現那麼多low-tech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搞high-tech 那些錢就全都小了 那些錢就全都小了 怎麼退休 在英國 又要在英國做間諜 又要風流快活 又要有錢剩 剩下多少 全部都是自己有一代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黑社會行動 臥底行動就是會有很多經費 會慢慢流出街 包括 遭用安全屋 做監察 所以僱用了Mathieu Chiket 這個外國人就是因為做過英軍 所以可能被他們看中了 看中了 就是找他們 做廉價勞工 然後就交 file 上來的 報價 每一個 流亡港人的監視費 是2000磅 折合港幣是兩萬多元 per person per online trace 我不是想幫這個鬼佬辯解 不過懸從標 以及這個位置量 是老點的鬼佬的可能性 其實是相當高的 因為既然是臥底行動 又要找廉價勞工 你怎麼會跟他說 那個目標人物 是一個high value的人物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監視人物 而是香港政府 在背後的 間諜大project 如果你是 鬼佬 的agent 你一定想收多一點錢 這是大project來的 隨時是犯國安法的 所以 這個鬼佬有機會 是真的不知情的 以為 是去收數 所以 拿著水瓶倒落人家的門 我已經說了 我們作為時事分析節目 我們很多東西 是用客觀的證據 評論 一定有主觀的 因為這個判斷 判斷力 就是主觀的 因為我完全不相信 袁松彪 是有對這個鬼佬講真話的 因為你只要看回整個行動 內容 你就會知道 袁松彪 是拿著這一筆費用的人 是officer in charge 這個是 是他們賺錢的最佳機會 所以如果對方越不知道行動有多矜貴 你就可以給價錢越低 剩下的錢就越多 我相信 英國警方再查 再看詳細的對話紀錄 你就會發現 因為 香港 警察肯定不會有什麼辦法跟外國人聊 我可以很肯定他們的英文 全部都是一般的 袁松彪可能是英文教好的 所以有優差 再加上 他是李家超的同學 所以接收了特首物令 英國禁信 交給你去做啦 重標 幫我好好地找羅冠聰出來 寫好這個報告 讓我們有得交代 好了 死慳死底了 一個勵志故事 就是維穩費 死慳死底 不肯付錢 又不肯用 高級的IT軟件 結果 當個案件出事的時候 全部東西 全部是很嚴重的 連蘋果電話 都不用 整宗案件 基本上你完全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的 程序在裏面 包括搜集回來的資料 搜集了的資料 在甚麼時候適當 銷毀 完全 沒有這樣的程序 當然我也相信 資料的副本其實就在現在 香港的倫敦經貿辦裏面 所以你看到 現在倫敦經貿辦裏面的官員 全部臉如死灰 這宗案件的低級程度 就是這樣發生 為甚麼會有過百億維穩費那麼開心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可以 被警察 大家有沒有留意 自從2019年之後 警察 急著要領賞 所以 不維穩費撥到國安 就是這樣用 變成被這班人 自肥的 徹底變成他們自己 的私邦 移民計劃來的 站在公務員的立場 是不是很棒啊 我又有得移民 好像以前港英那樣 又有居英權 又有得移民 又有政府打本給我在英國買樓的 一路退休 一路做間諜 一路退休 還可以 有份閒職 還有水腳 是可以過河濕腳的 10萬元英鎊 隨便找一條貿易鬼佬回來 幫我做爛頭筋 很棒啊 是不是模擬得很逼真呢 不是開玩笑的 我認識那些警察真的是這樣想的 400%肯定 那麼你說香港經濟大局怎麼辦 傻瓜來的 我們是公務員來的嘛 經濟不關我們甚麼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真是很肯定 這些 以上的對白 真是他們的內心世界的 否白來的 好了 這次真的太juicy了 其實我真的有很久 好了 這次暫時講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如果大家有愛好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